大家好 欢迎收看自由亚洲电台的亚太联播节目 我是张敏 最近中国媒体报道 河南省洛阳市的智障人士吕天玺被改名田兴 以抢劫罪入狱服刑三年 直到近日刑满释放 他的家人才得知他被判刑的消息 人们纷纷议论 这一案件从拘捕起诉和审判到服刑的程序都经不起推敲 请看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唐祈威的报道 北京律师刘晓元认为 吕天玺入狱前没有做精神病鉴定 在审判过程中没有通知家属 这些做法都显示了公检法部门在办案过程中的失误 公检法把他抓一个报线行李人 连傻有点这个 这个时候就应该给他做一个鉴定 或者是智力要做个测评 或者看他那个行为当时外表的判断 我已经一定 那么如果公检法部门到检察院 请他起诉也应该主动的启动 特别是到了法院以后 因为如果他智力残疾的话 那他回答问题是说不清的 等等方面 那当时他们就是忽略了这个问题 因为他说不清了 家里人也不知道 那我怀疑当时他宣布于别复律师就不知道 报道说 吕天喜所在的河南省松县大平乡宋林村村民 都知道吕天喜天生智障 到处游荡 不识字也不会计算 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博士就此案表示 像吕天喜这样的智障人士为何会被改名判刑 的确需要有关部门做出进一步的解释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6号发布《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 再次重申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 然而国际社会一直对中国的和平动机缺乏信任 原因何在 请看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代的采访报道 美国西东大学教授杨立宇认为这些原因包括 中国军力的扩张以及全范围的崛起 最关键的原因是 中国是一党专政的国家 一党专政的国家 它的军事 它的国力 它的所有的重大政策一点也不透明化 如果中国是一个民主国家 我想美国不会感觉到这么大的威胁 美国俄克兰河马中部大学西台平洋研究所所长 李小斌教授表示 国际社会之所以对中国的和平动机缺乏信任 是因为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合作和交流做得不够 而中国经济对海外资源和出口的依赖 给国际市场带来了竞争 一个是缺乏信任 就是在这个交流啊 政府透明度啊 还有这个相互合作啊 在这几年做的都不够 所以这个中国是个大国 现在也是这个经济强国 但是呢 这个相比较之下呢 在这个世界舞台上的这个政治诚信度呢 并没有这个相应提高 第二呢 就是这个西方认为这个搏墙壁霸的话 主要是对这个市场资源 这个劳动力的争夺 因为国家的这个崛起从19世纪 俄罗斯 日本 德国等等国家发展 都走过了这个在世界上争夺资源市场的道路 所以这种经济主导思想的这个考虑下呢 中国经济呢 依赖于对外出口和这个外来的资源 所以这样在这个市场和资源都有限的情况下 可能会发生这个争霸 这个超强的这个负面的这个发展 山东 济宁市 金香县 金香镇上百居民 星期二拉着横幅举起旗帜 到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游行请愿 抗议土地被强占和非法拍卖 请看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晓的采访报道 据了解周二游行队伍来自济宁市 金香县 金香镇 南门居委会的43户人家 其中薛女士告诉本台 一百多口 居民周先生周二告诉本台 他没有没有老百姓不上没撤掉 没撤掉就是老百姓的处理生日 或者一块处理也是台湾公司的处理 实际上台湾公司政府 他没有得到方向证 没有需要处理出场 你一个政府一个皮肤味 在这地方要去卖卖 现在我们城民已经 其实我们政府叫他 调料皮肤味 放给我们老百姓处理 老百姓处理是这样的 这个参与人还是最终 还是老百姓的参与人 我们自由亚洲电台的 文学禁区栏目的主持人鲁南 为大家收集了 各类中国大陆读不到的优秀书籍 目前正在热播的是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先生的著作 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 欢迎大家访问我们的网站 分享您的读书心得 我们将为各位推荐一本新书 这本书就是刘晓波著作的 《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 中国著名的意见人是刘晓波的事迹 各位大概已经比较熟悉 他是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 现在正在中国的监狱里服刑 刘晓波1955年出生于中国长春 是当代中国最为活跃的政治 社会和文化评论家之一 我们即将为各位选读的这本 《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这本书 全面探讨了有关中国政治改革的有利条件 民权与官权的相对涨落 产权的改革 人权意识的觉醒 以公朝 基层民主自治 民间网络言论维权 新闻改革的民间动力和体制内意见的崛起 文学进去 以上就是今天的亚太联播节目 我是张敏 谢谢您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